新闻投下来看到陆军下市洪仲秋在退伍前关禁闭猝死 陆军司令部晚间再度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陆军司令李翔舟也鞠躬道歉 他坦诚陆军确实有管理适当的问题 已经针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前世深深的一鞠躬 再来只是拉开赏门说出重话 仲秋妈妈说 仲秋安然入梦 仲秋妈妈也或许放下了 但是我们陆军司令部绝对放不下 陆军下市洪仲秋冤死 陆军司令部李翔舟率领 一级干部召开记者会 从上校到上将一字排开 一一回答记者问题 就是生怕社会大众 没感受到陆军司令部的诚意 在案发的当初 就有不合法的手段 去掩饰出合法的过程 军队绝对不是黑道组织 不容流氓败行 我们对于所有不孝的干部 我们误网误众 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陆军司令话说得这么重 下面军官哥哥震惊为座 就是担心会影响明年 即将要推动的募兵制 我们面对明年 我们要推动募兵制 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一个 完整的制度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健全的 干部组织 我们愧对国人 我个人对于这个事件 我负完全的责任 绝不退缩 陆军司令部也再次澄清 洪仲秋是违规系带照相手机在先 绝对不是因为在离应座谈会 大放厥词而被报复 而80分钟关键引带的消失 司令部也说相关证物 已由军检查扣送往调查局鉴定 相关结果会再向外界说明 虽然陆军诚意识足 但再多的道歉 也挽回不了洪仲秋的生命 对于家属与社会大众来说 离经真相才是目前最重要的